欢迎收看新北新闻网 我是黄又贤 新闻头条带你来看 去年新北市农业渔馆处 为了解决淡水第一渔港 包括淤积还有渔民停泊使用等问题 原本打算配合前瞻计划当中的水环境改善工程 不过有多位议员希望能够为民争取更好的福利 因此再度邀请市府渔馆处相关单位还有渔民 来再度来到现场进行第二次的会刊 同时也传出了好消息 去年新北市农业局渔馆出了解决淡水区第一渔港的淤积问题 还有渔民停泊使用等问题 打算配合前瞻计划当中的水环境改善工程 将渔港设施做浮动码头填海造路 但是地方出现反对声浪 因此重新设置 不过今年1月在会刊过后 今天市议员郑宇恩以及蔡景贤议员 更邀请了市府渔馆处设计包商 还有在地居民等渔民相关单位 再度来到现场办理第二次的会刊 应该要永续的经营 所以说这样子填河造路的计划 个人是非常非常不支持 但是我想任何的计划都会有专业的评估 那在没有办法相信渔业处的任何计划之下 我们只能寻求第三单位 或者是中央来合可这个计划 那地方居民也非常担心这个填河造路之后 会不会跟加重淹水的情势 那我想这个部分约束也还没有做说明 那么今天我已经清楚 15千万来要做这个 那么政营有意见 他说想看 从本来10米 所以现在缩续 协调缩续 比4米 当然4米 不说很大也不不可以 可以让市民方便 可以让他们 被抬起来 比较没去弄到人 可以带动观光客 4米可以让他们走的旁边 去看日落 政员议员表示 环境资源应该要永续经营 对于填河造路表达反对 而对于市府渔业处的计划 存疑专业性 希望能够由第三方单位来评估 并且由中央单位来了解 这一次的计划 而另外蔡景贤议员则表示 站在渔民渔会的立场 希望可以改善渔港的停泊 还有作业环境问题 当然与地方有不同的意见 议员蔡景贤也协调沟通 判达到共识 大概只有提出 把这个步道拓宽 那相对来讲就减少 这个渔港的面积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 他大概把大部分的经贵 花在这个提案的时候 那到底他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 整个淡水最后一块 这个渔业文化的经验 那这个部分也考量到老人 渔民变老 他的货物的上下 人的上下 船怎么样停靠在这个地方 其实都应该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考虑 但将大学教授表示 市府渔馆处所计划的内容太多经费 着重于步道拓宽的部分 并没有做渔港的整体改善 而在地店家也担心在渔港水域面积减少之后 会造成淹水状况 对此市府渔馆处长也提出了说明 那其实我们这个港很特别 你在上面看到的这个码头面是比水下的还要小 所以他必须要用一个最小的城乡也需要有两米 但是这个码头其实占水面下已经是两米了 所以你在水面上看到的是延伸四米的码头 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增加了两米的一个空间 这是因为原来这个码头面是下宽上载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未来的话我们会将这个新的设计方案 以及工项报我们中央渔业署去做审核的动作 渔馆处表示第一渔港有许多的问题 包括了渔港的淤积周边设施老旧无法作业 以及港区道路动线不良 而这项设计一方面是希望可以改善渔座的空间 另外一方面可以希望让观光动线更好走 而这项计划有5500万元的经费 是属于前瞻基础建设的经费 而目前设计图在渔港周边提防要向水域延伸四米 渔馆处表示未来也会将计划报到了中央渔业署来审核 预计最快四月会有结果 记者许多安音的水彩方报道